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右派的政治立场 当前事工的主要任务是 在学术层面继承发展并构建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想体系 在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推广学术使命和教育使命的概念意识 如果有任何朋友希望未来参加我们举办的公开讲座 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电子邮件 您将会收到我们的讲座通知和一些学术资料 今天我们十分荣幸邀请到周平平教授 为大家带来讲座《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 周平平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现工作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会史 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美国耶鲁大学 美国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 比利时卢问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以及香港晋会大学访问学者 本讲座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题内容 第二部分是讨论与问答时间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教授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马克的邀请 以及上一次马克的旧场 我的网络出了一点问题 特别感谢 也非常感谢刘平教授 能够来给我的这个做一个点评 所以很高兴和大家 有这么一个分享的机会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 《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 就是刚才听主持人对我的介绍 其实也反映了 我还是做历史研究的 就是说在我读那些史料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在近代的实业家当中呢 其实是有一些很多 是一些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我讲的这个基督徒呢 是广义上的 不仅仅指的是基督新教徒 也指天主教徒 那么这个课题的由来呢 其实也是跟我之前做的一个课题有关 我之前做了天主教的一个人物 英脸之的研究 英脸之他是天主教 辅仁大学的创办人 大公报的创办人 那么他是一个满族人 他也不是天主教世家出身 但是他认为宗教就是可以救人心 所以他是持的宗教救国的理念 最后是信奉了天主教 那么这是在研究 英脸之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的人际交往圈当中 经常提到朱志尧 那么在追寻下去 朱志尧呢就是马上伯的外孙 那马上伯众所周知 他是在近代中国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特别是他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 回家兴学 相继创办了震旦大学 复旦大学 而且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那么他的外孙朱志尧 我们今天也会提及 就是说他是通过实业救国的方式 努力的实现国富民墙 那么顺着朱志尧这个线索呢 又发现了其他和他一样 有着宗教信仰的其他实业家 那么他们这些信仰基督宗教的实业家们 之间结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交圈子 互通婚姻 而且保持着与其他非基督徒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那么这个群体呢 可以讲他们信奉的是洋教 特别是天主教的实业家 他们很多又是做过为洋人服务的买办 所以当时的人是对他们是嗤之以鼻的 就包括现在我做这个课题 我记得当时我申报的时候 专家来论证 他就说 这些人都是买办 你做这个课题是要为他们翻案吗 其实我们说深挖下去 不能用以前那种旧的眼光来看待 基督徒的实业家在近代的中国 其实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 现代化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在这种民族危难的关头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他是以民族为重 以国家利益当先 所以说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所以说正因为是如此的话 所以我就选择了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 这个课题 而且今天也想跟大家大概的汇报一下 不足之处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此证 今天将要讲述的基本上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首先我将要从第一个方面 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来讲 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之一 它的阻止就是要发展本土的民族的工业商业 增强经济实力来抵御外国侵略 改善民生 实现国家独立与强盛 那这个思想的萌芽主要就是鸦片战争之后 可以讲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中国开始一步一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分建社会 虽然中间有洋务运动 要事宜长期以置疑 要学习西方 但是我们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也是以失败而高中 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 其实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之前鸦片战争啊 这些就是说虽然失败 中国的士大夫们也是痛心疾首 但是甲午中日战争 我们堂堂那个中国居然不敌旁边的小国日本 这在当时的世人心目当中是难以接受 你要是读那个时期那些世人们的文集 日记哇真是他们写的就是气 气泪俱下 而且是测验难眠 就是堂堂的清政府居然不敌旁边的虾移岛国 就在他们看来 日本一直是学习我们 它的那个岛屿的形状就是弯弯的 像个虾子的形状 宜骂中国人 宜像虫一样的弯弯曲曲 所以一直认为它是一个虾移岛国 但是甲午战争却以清政府的失败 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而且还签订了马关条约 而且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些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要求 而且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讲列强的入侵和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 知识分子和民族企业家开始反思中国衰弱的原因 他们中一些人开始觉得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 许多人认为单靠军事和政治变革 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 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 培育本土的经济实力 使得国家摆脱对外的经济依赖 那可以讲 甲午中日战争也给中共人上了一课 他们开始要学习西方 当然首先要学习打败我们的日本 所以可以讲这些思想他们也借鉴了明智维新的一些经验 试图用经济现代化来带动国家现代化 认为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国家富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大批满怀救国处愿的民族事业家脱颖而出 那么其中一些很有名的比方面粉大王 对吧 荣氏家族还有那个纺织大王张俭 中乌清之就是说中国的最后一个状元 南通的张俭 还有棉沙大王墨偶出 他是一个佛教徒 魏晶大王吴运出 行业大王于岔青 这个于岔青呢 我最后也要就是向大家求教 就是说有人说他是一个东正教徒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特别确凿的这种资料 就是说历史 做历史研究是凭史料说话 我没有特别能够论证的话 我还是不太敢把它放进去 但这样也存一个疑问吧 可以讲他们是为中国的工商业交通业等行业的发展 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在这些实业家当中就有基督徒实业家的身影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基本上都是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这些最早 就是通商的口岸就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要求中国开放就开布的那些通商口岸 基本上都是生活在这些地区 那么有一些是买办金融家出身 可以讲当时的这个社会形势 是为他们为这批实业家的崛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而他们也是非常爱国的 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宋哲九 还有朱志尧你看 宋哲九说救国必先救穷 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 国强就是民强 国富就是民富 而朱志尧也是的 不要迷信外国 要自己动手住 所以说他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工商业产品的国有化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部分将要介绍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那么前面这五位是基督新教徒 后面这三位我选举的是天主教徒的实业家 一共选取了八位 这里边也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刘洪生 也求教于大家 刘洪生好多人说他是基督新教徒 那么确实他也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 而且那个校长 就是说外国的人 就是说要送他去国外 读书以后回来做牧师 他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品学兼优 被校长就是捕方舟 就是说给选中了 但是他是不愿意 然后就退学了 被校方开除了嘛 他就退学了 退学以后 当然他又反哺了 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后来他又拉妾了 拉了两个妾 生了他一共有十个儿子呢 两个女儿吧 还是十二个儿子 十个儿子 两个女儿 就是说就包括上成员 就刘贤 就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贤 他做的成员 成员的话 他就是说也是灵血 就是说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后来也有拉妾 他就隐瞒了他的基督徒身份 那就是说像他们这样子 他是不是还可以算到里边来呢 所以这也是我诚意的一个问题 刘洪生的影响力是 在基督新教徒当中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就不仅是基督新教徒 在整个的实业家群体当中 也是影响很大 但是呢 我慎重其间 暂时没有把它放进去 这个呢 我也要进一步的 就是说再多一些考量吧 那么下面呢 我就做 就这八位人物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马应标 他是中国第一家 现代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他是出生于广东的 从小家境时非常贫寒 所以年纪轻轻就到 澳大利亚的西尼去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打工了 在西尼那儿磨神 也是在澳大利亚皈依的基督教 那么 哦对 刚才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忘记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出生的年代 可以讲这些 基督徒实业家有个共性 他们都是出生在 洋务运动时期 因为洋务运动就是在 1860年代 到1890年代嘛 就是说1860年代 开始洋务运动 那么1890年代 就是以 就加勃中日战争 以清政府的失败 告宗宣告了 洋务运动的破产 就所以这些基督徒 基本上都是出生在 这个时期 那么他们的去世时间嘛 最后我们也会 大概说一下 基本上也是有相近的 除了在解放前去世的 那么好多 有在文革当中吧 就去世了 他们生活的地点 就像刚才所讲的 基本上是在 上海 武汉 天津 还有广州 这些最早开步的地方 马英彪他 在澳大利亚受洗 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所生活的时代 因为中国不断的遭受 西方列强的入侵 民族危机很严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毅然的从澳大利亚 回 就返回到自己的老家 那么当时他在香港 首先创办了 中国第一家新式百货商店 把西方百货公司的 经营形式和财务会计制度 引入到国内 他提倡国货 你看这是他创办的 先师有限公司 这个先师就是英文 Sincere的 这个诚实可靠的音译 也就是说以诚实的服务态度 取得顾客的信任 所以说他是提倡国货 而且呢 这个先师也成为民国连接 最大的百货企业集团 为民族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是国货广告 雪花高的 宋泽九 金门的国货起手 金门天经 他原来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经过认证比较以后 非常慎重的就加入了基督教 而且他相信基督教 对于拯救人心的积极作用 所以也按照基督教的教义 指导自己的实业活动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 更是输入了强烈的基督教的色彩 他在1905年的时候 创办了这个就是造仪公司 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肥皂 以前这些都是进口的 都是讲什么洋仪制 就是洋肥皂 洋油 洋火 火柴对吧 洋油 就是点了那没有灯的这些 那么为了要跟 就是说把这个洋字给去掉 所以他是自己创办了 天津造仪公司 你看顶高谭香造 谭香造 就是说可以讲 他 这就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的 一种初步发展 还建造了一些 北洋的这个火柴公司 为了正性民族工业和洋货作斗争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在1913年的时候 他还接办了天津工业授品总所 专门是推广国货 当然他这个天津授品总所 专门推广国货 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 那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他要抵抗日本人的东西 所以日本人对这是恨之入骨的 我们可以看一段小视频 国货授品所各地的封锁 也不断受到日本特务 和浪人的恐吓要下 警告他们不许再用国货二字 如果你要不改字 我解答的人 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一手没必要 他身体有要 他跪那祷告 一手没必要 转天就改了 此时宋泽九为保住授品所 应对日本人 将国货授品所改为百货授品所 这是授品所的第二次更名 那么在抗战胜利以后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授品所也是奄奄一息 后来1955年的时候 参加了公私合营 1956年的时候宋泽九病逝于香山 中年是88岁 这是在天津的宋泽九故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有点很破败了 就是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对象 所以电线横生 一些住户在里面装修四亿的这个就是敲打 其实对于这个墙铁都有很大的破坏 这是宋泽九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刘子如 近代瑜伤的典范 那肯定是重庆西南一带 可以讲刘子如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 西南地区很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人士 他创办的什么草帽公司啊 三财公司啊 这些都很有名成为重庆地区的巨商之一 而且还大办慈善事业建孤儿院 电影《江姐》的原型 江竹云就是从他所创办的孤儿院里走出来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孤儿院里面 就是说不仅由这个江竹云 还有重庆市的第一任副市长 于悦哲都是从这个孤儿院走出来的 在1924年的时候 他曾经受到欧美国家的这个天主教会的邀 sorry 是嫉妒新教的这个教会的邀请 出国环球考察 回国以后他就写了这个新兴邮记 里面包含就是他对国外的一些认知 和国内啊 就是说史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种感触吧 感触 抗战爆发以后 他是为抗战捐了很多的钱款 亲自送到前线 他自己虽然是一个负伤巨股 但是一生是非常节俭的 1948年的时候去世 老斗五百香 老斗呢是河北山东那儿的土话 就是老土的意思 老土五百香 那就是说 人家称他为老土 他也乐呵呵的接受 那其实他是可以讲在商界摸爬滚打六十多年 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一个大老板呢 但是他真的是很 一副很亲民的样子 所以人们都认为他跟这个老板的这个 人们心目当中的老板的样子相差太远了 土的吊杂 所以就喊他是这个老斗 但是他他是原地是河北闯关东 到了东北去的 在哈尔滨 家里也很穷的 但是到了哈尔滨 他创建了同级商场 历经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 可以讲最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家 他还成就是说 自己成立了一个 就是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华基督教会 自己在那个教会里面担任执事长和牧师 那么正是因为他在东北嘛 东北那建立商业的 就是建立他的商业王国 那在就是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 可想而知 就是说他的这个统计 命运是一波三则 每况愈下 直到46年 哈尔滨解放他的统计商场 才十二扑生 正是因为解放以后 统计商场十二扑生 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所以在55年公司合营的时候 他是积极参与的 在当时的哈尔滨工商界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57年大明大放的时候 他因为就是自己的言语 又被划分为右派文革当中遭受迫害 66年去世 享年87岁 这是他办的学校 这是他回 就是反哺家乡 办的一个学校 百善小学 就是为了进行当地的教育 因为他的名字 作善 自百祥而得名 叫百善学校 在哈尔滨 他也建了小学 就是说 当他们 首先都是提倡国货 自己的国货和外国的商品竞争 另外就是 他们都不以余力地做慈善 这个等到下面我们也会提及 进一步提及 宋斐青 宋斐青 他是东亚茅房厂的创办者 可能提起他呢 大家不是太熟悉 但是这个茅线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 至少就是说 还是对这个底洋牌 这个茅线 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 可能这个 这个牌子的茅线 剩余 他的这个创办人 宋斐青了 那宋斐青 他是出生于基督教世家的 从小就受到基督教影响 所以呢 他 当他家庭 送他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就深刻的感受到 国外的资本主义 是如何迅速的发展 工业是如何的发达 所以说 当他学成回国 他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发展民族工业 走实业救国之路 我们只可以再看一下 一段小视频 重整机构 另当天下 宋斐青啊 刘贵阳 学的呢 都是工商管理 国外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情景 曾经大大的刺激过他 他有一种感触啊 他感觉自己作为中国人 只有把自己国家的民族工业发展起来 才能够抵御外辱 才能够使国家富强 于是啊 他就下定决心的 干什么呀 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所以他就创办了这个 就是说抵羊毛线 提出来的口号就是 国人资本 国人制造 当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以后 抵制日货的浪潮很高 不仅是抵制日货 连一切外货 就是外国人的商品 都列入了这个不受欢迎之力 所以抵羊排毛线 就是一军吐起 不仅在天津 可以讲是响当当的 就是说可以讲是遍布全国了 就内地啊 沿海啊 都可以讲就是说 影响势头是非常广的 那在抗战时期 日本人千方百计的 想把东亚公司 收为军用 那么宋斐青呢 是绞尽老子 想办法去对付日本人 没有让他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在1943年的时候 日本人提出来 要中国人献铜献铁 支援他的清华战争 要求宋斐青 把他的这个 东亚公司的机器 全部都捐献出来 那么宋斐青 一正延迟的就拒绝了 日本宪兵队 以破坏大东亚的罪名 逮捕了宋斐青和副经理 把他们压卸到北平 宋斐青对于前来探望的人说 只要能保住 东亚公司的厂房和机器 其他一切在所不惜 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 分散力量 那可以讲 在这种民主大义前面 他体现的是 强烈的爱国情怀 当然最后是 家人把他那个就是 赎回来了 赎回来以后 当他的太太 看到他衬衫上游血 问他 日本宪兵打你了 宋斐青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说 可以说这些 这些实业家 基督徒实业家 在这些民主大义上面 我们说并不是因为 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 有一个西洋 就是跟外国兴奋所谓的 就当时人讲的洋教啊 什么的 而右手不同 真的是这个爱国心事 足足可见 解放以后 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期间呢 可以讲就是说 宋斐青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 对于新中国建设之路 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当然后来他看到跟他交好的渔兵主教啊等等 这个还有司徒雷登 这个好像这个新闻报道的风向不对了 所以他也很害怕 后来第二年的时候他到达香港 就不再回来了 当然宋斐青在香港不回来 也成了当时的 引起了渲染大波 国民党那边要拉拢他 共产党这边即使不回来 不能让他遇害 否则被国民党那边就是要给 就是说大造可舍 那么还有其他的力量在争取他 当时真的是很复杂 当然因为宋斐青曾经在建国以后 做过共产党这边的官员 所以当他的妻女移民到美国以后 他也想申请到美国去定居 一直都没有被批准 后来他是客死在阿根廷 这是在天津的宋斐青的过去 他原籍是山东人 但是他发现天津是一个 就是开部的港口城市 在天津发展实业更好 所以他的生意全部都在天津 接下来上面介绍的是 五位基督新教的实业家 接下来将要介绍的是 三位天主教徒的 朱智瑶被称为近代实业巨博 他是来自于朱相的信友会 用上海话讲他称朱港 朱港的七大姓 朱家 沈家 陆家 他们是七大姓 这七大姓都是在 1860年代 他们为了逃 就是躲避太平天国之乱 搬迁整个从朱港 就搬迁到了董家渡 在围绕在董家渡 天主堂附近居住 可以讲这七家呢 在望上溯源 都可以溯源到清朝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兴奋天主教 后来是因为清朝的这个礼仪之争嘛 禁教 所以呢 这个禁止中国人 兴奋天主教 所有的这些信徒 为了逃避官府的茶拿 就只能是 要不到深山老林当中去 要不就是 就是说 总是找一个躲避的地方 像江南嘛 因为水网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是渔民 或者船夫兴奋 那么他们呢 就改成沙船生意 专门做沙船生意 这样的话 在水上漂泊 官府也没办法查拿 就把这个信仰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在这七大信当中 朱家为什么放第一 就是说 并不是说 其实是 其他也很有名 这个路 对吧 都很有名 朱家之所以有名 最主要就是因为 就是朱家出了一个 朱开明神父 后来是主教 1926年的时候 樊立刚就出生了 要实现中国天主教的 本土化 出生了首批 中国六位主教 朱家的朱开明主教 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海门教区的 第一任主教 也是中国国籍 六位中国籍主教之一 所以朱家是因为 这个是排第一 当然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什叶救国的朱志尧 也是来自于朱家 还有这个路 路家 马上要介绍的 陆伯宏 他是来自于陆家 其他的几家 其实这个潘家 等等 都是大事业家 那么我们 重点就介绍 朱家和陆家 这是朱志尧 朱志尧刚才我提到 他是马向伯 大名鼎鼎的 马向伯的外孙 那所以他曾经追随 跟随 跟随着马向伯 作为随从 赴欧美考察 正是在这种考察的过程当中 他深刻的意识到 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 一定要以开放的态度 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所以他认为 中国要想发展 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工业 他自己是沙船出生嘛 所以他就要制造这种 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这种 轮船制造厂 所以首先 他回国以后 集多方力量 创办的是 球星机器 轮船制造厂 为什么叫球星呢 在发刊词当中 就写到 气为球星 就是气就气物的气 一定要什么 不断的创新 球星 那么这个球星机器 轮船制造厂 可以讲是中国 民营机器造船厂的第一家 他后来还办了 铜舱油厂 新城米厂 尼格朗砖厂 像那个就是 土山湾 上海的土山湾孤儿院 建造的时候 就用了尼格朗 这个砖厂的砖 还有外白杜桥 那个就是 外滩内尔有个外白杜桥 外白杜桥上的砖 也是朱子窑的尼格朗砖厂 生产的这个砖 用来制造的 那么可以讲 他的球星轮船制造厂的 规模是很大的 你看球星的工厂 厂房 还有 振造的钢板轮船 这在当时都是 大型 大型号 就在当时 可以讲都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他的这个 事业呢 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抗战 乃至于就是说 国共这个 最后这个战争 解放战争期间 都受到了重创 在一次大战期间 因为他欠下了 东方惠林银行的这个债 最后 没有办法 1917年的时候 球星 他辛辛苦苦 创办了这个球星船厂 居然就被法国人给吞并了 1937年 松户战争爆发以后 面对着日本人的诱惑 就是让他要跟日本人合作 要把这个油厂和铁矿 都要 就是交给日本人 他是拒不 拒不 相从 自己就搬到了 租界 升居 检出 也不担任 拒绝出任 上海 维持会 会长 那维持会 就是想跟日本人 共事的 所以 但是这一时期 他创立了三个行业 仓库公司 都受到 严重的损失 而且他拥有 八艘 航轮 除了有一艘 就死亡的重庆 剩下来的七处 全部被国民政府征用 沉没于马当要塞 以及联云港 而且他拥有的保兴铁矿 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所占领了 抗战胜利以后 他想向国民政府 要回自己的损失 结果不仅没有要回 他仅存了那个 逃到重庆去的那个 就是轮船 也被国民党军队征用 沉没在上 为了抵抗 就是国民党要阻止 共产党的这个渡江嘛 所以也被沉没在上海 上海这个就是海关 上海江的这个海关码头 那么到此为止 朱子瑶的事业是全然覆没 54年的时候 上海市人民政府 正式接管了球星厂 改名为球星造船厂 1953年的时候 朱子瑶病逝 享年是93岁 那么世博会 2008 2010年的时候 世博会在上海召开 那么当时世博会的这个地址就选中了 球星造船厂的这一块地区 所以2006年 世博动签前 球星厂 这是原来的这个厂房旧址 现在 现在全部都搬签了 在浦东 好 陆伯宏 公商巨子 慈善大王 你看他这儿挂了很多的这种勋章 他的这个勋章是罗马教廷赐予的 就他一生可以讲 做的慈善事业是非常多的 而且在传教方面也很有 足有成效 所以教皇赐予他的 剑袍 殉爵的 称号 还邀请他曾经参加1926年 在美国的芝加哥 以及1937年在菲律宾 马尼拉举行的 两次国际圣体 圣事大会 可以讲的 朱志尧 他是对近代上海的城市化建设 还有慈善事业的发展 起了很大的贡献 那就是他也是的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决心投身到爱国实业当中 为民族的工商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那么这是他主要就是 就是他到国外去考察以后 回国以后 新办实业救国的计划 他是以工商交通企业组成的 所以这是华商电气工会 再有一张图示 这个中间是陆伯峰 就这个是最 就是最突出的 就是最早的华商油轨电车 他是当时为了防止 外商事业渗入到这个华界 他创立了这个华商电车公司 你看第一条油轨电车正式通车营业 为了照乱乘客在车头上安装 这个三种颜色 用上海话来写音这个绿色读 路嘛正好是路波红 和他这个音路波红是写音 就三色的电灯 可以讲不仅是这个电车 包括这个就是 就是供电的这个这一块 可以讲就是电厂 对 创办的这个电厂 以及大通航运公司 当时在上海乃至于全国 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企业 但是呢 路波红他这个死呢 还是比较扑朔迷离的 那么就是说 他是在1937年12月30号的时候 准备就是他自己蹭车 准备去帮新普玉堂 等会要提到的 新普玉堂是一个精神病院吧 就是相当于现在叫精神病院 去也是一个他创办的慈善机构 他和朱智瑶他们一起创办的慈善机构 就是准备去新普玉堂办事的时候 遭到两名伪装成败 举字的男子的袭击身亡 那么他的死因呢 一直是一个谜 有人认为就是说 他当时跟日本人接触 是不是国民党政府 在而觉得他有 卖国通敌的这种嫌疑 所以是国民党那儿 派人暗杀了他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也有 好像是 有一个当时的凶手 后来在回忆录当中 好像是承认了 但是呢 这些史料也没有确凿 所以他的死因 还是有一些 破碎迷离的 其实他还是很爱国的 比方说 就是 从护抗战爆发的时候 他主动将自家的轮船 自成于江英附近的长江当中 阻止日本人袭击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民族的紧要关头 其实都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最后介绍的是刘新生 你看他的口气 我创造 我创建了汉口 向家人展示汉口的规划图 他为什么说我创建了汉口呢 就是说 当面对林渊宏说 都都创造了民国 我创造了汉口 那就说现在的武汉嘛 武汉山镇 武汉这个山镇当中的汉口 有了今天 跟刘新生是 密切相关的 就是分不开的 刘新生他自己虽然是很穷苦 但是呢 他就是 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呢 也很机灵 早年就学会了英语 又得到法国神父的推荐 所以在洋行里面当买办 那么在洋行里面当买办 除了收入丰厚 他还利用这个买办的职务 可以讲 高价的这个 就是低价贷款嘛 就是用现在的话讲是贷款 那么他 也有经商头脑 他当时觉得 武汉 就是说是通商口岸之一 迟早会发展起来 外国人在武汉 不可能局限在 这么一小 这么一小块地方 汉口市区必然会扩大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资金 包括从自己利用买办之便 从这个银行里面 贷款来的钱 罗用的钱等等 以及包括他的义兄刘长英 刘长英呢 我没有专门的去做他 但是呢 在我的文章当中 我会提到 刘长英他倒是一个反面的 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 也做事业 但后来他是投靠了日本人 最后的下场也不是太好 那么刘长英呢 是刘就是 刘兴生的义兄 就是接拜的兄弟吧 那么也用他的义兄 刘长英资助的银两 都用于购买土地 所以可以讲是花 巨资大量的吃进土地 后来果真是他所想 汉口的发展 不断地向外蔓延 所以他当时购买的土地 全都翻了很多倍 所以一下子就成了 汉口的巨商 而且这条路 都以他自己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叫新生路 就是刘新生 由地皮大王刘新生 出资 出地建造 当然现在改名了 就是今天武汉的 江汉路的西段 当时名字就叫新生路 就是刘新生 他自己家的地皮 这个不仅是地皮 他沿这个地 两岸建了很多的商铺 当这个地皮增值了 旁边的商铺的 更是成倍的翻 所以说他的这个钱财 是滚滚而来 当然他拥有了这么多钱财 并没有说 自己过着交涉引逸的生活 而是反哺社会 建了很多的慈善机构 每次遇到灾荒啊什么 都是捐巨资救济 不仅对武汉 对其他外省啊 都是如此 连河南人都知道他 称他为流善人 就善良的善嘛 就是善举的善 就是说称他为流善人 就可想而知 他的营 就是说捐资 就是说度过 帮助别人的这个名声 是响亮在外的 也办实业 办这个小学 当然后来日本人进入武汉 就侵占了他家的这个花园 作为司令部 还要求刘新生出面 当维持会的会长 刘新生就躲了起来 坚决不为日本人去做事 而且还警告家里人 不准和日本人做生意 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力 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 直到他病重去世 日本人都帮他家给围住 不让他们出兵 后来是凌晨 就像半夜 偷偷摸摸从一个小门里 就是把他的尸体运出 埋葬 一个是偷偷摸摸 第二个 确实也没让人知道 具体在哪 所以别人谣传说 刘新生富甲一方 最后死的时候 他的这个衣服 还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像金驴玉衣一样 就是很显赫 因为偷偷摸摸埋葬 也没人知道 他具体埋葬在哪 后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的墓被找到了 但是就除了十字架 真的是空空如也 和他的这个巨大的财富 根本就是不成比例 所以他们虽然是 复杂一方的 这个大失业家 但是可以讲 都为国为民 可以做捐献 对于自己 都还是比较勤奸的 当然最后 刘新生晚年的时候 也遭遇到了官司 他的好多的地产 都被没收了 但尽管这样 我们也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特别是他对今天 汉口的有如此辉煌 跟他当时的这种投入 有莫大的关系 而且他就是说 办的也 就是除了这个捐钱之外 还办小学 办孤儿院 对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提到的 八位基督徒实业家 那么下面呢 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他们在中国实业发展中的贡献 那么下面呢 我就简单的再梳理一下 就是说有哪几点贡献 首先引入西方科学观念 将实业和教育相结合 培养新型人才 通过传播学校 创办学校 传播新思想和技术 像马应标 我们提到的 马应标 他在澳大利亚受洗 后来回来以后 他在先师公司 创办的时候 他就开始萌生 要振兴教育的念头 他觉得那时候 中国教育最薄弱 最让人揪心的 就是高等教育 如果一个国家 在高科技领域 没有自己的尖端人才 就难以在各方面竞争 救国 救强 也就 救国 强国 就无从谈起 所以要振兴 就必须要培养自己的人才 所以正是由这样的决心 马应标成了 岭南大学校董会的 首位华人校董 岭南大学 后来被并入了 就52年院系调整 并入了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康乐园 就是原来的岭南大学 这个金门的这个实业家 宋泽久提出来 教育为人格三要素之一 是实现实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所以宋泽久 他也很重置教育 还开办了学校 这个格子星报 是朱志尧他们创办的 格子星报创办的目的 就是要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 你看这个图上面 也能看出来 对吧 地球仪啊 这些池啊等等 就是说要让中国人 更多的去了解西方 你看这家science 对吧 就是说 他们不以余力的 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 要想让中国人 就是更多的接受 外来的这种文化 打开自己的视野 为国家的 信盛 起到一定的作用 像宋泽久 他创办的这个学校 之前费用 全是自己除的 后来改成 受评所承担 他在去世之前 立下遗嘱 还要把他 自己的这个 古今的一半 都要拨作 学校的基金 所以说 他们这种 热心信学的活动 不仅就是说提高了 当时一部分市民的 文化素质和商业技能 而且为实业的发展 增添新的人才 起的作用 就是教育 教育的作用 大家就不言而喻 那他们在当时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把自己做实业 赠来的钱 用于教育 这在当时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包括刚才提到的 这个五百扇 就是五百祥 对吧 那百扇小学 不仅百扇小学 他在哈尔滨也建了小学 所以说 这个在当时 对于提升人们的 这种文化素养 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点 就是创建现代企业 与引入新技术 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球星厂 这个进湖 冰轮割水草刀 解决了很多 这个轮船航行方面的问题 还有像这个北洋政府农商部 为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 举行的预展当中 这个球星厂的 飞红号的轮渡模型 还有这种 火油烈燃机 都被评为图顿奖送载 就是说 这些都是引入了新的技术 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参与慈善和社会改革 性办医院 学校等社会公益事业 刚才提到的刘子茹 对吧 就是江姐的原型 江祝云 他们都是来自于刘子茹 在重庆那儿创办的这个孤儿院 那可以讲 这种慈善事业既是服务社会的契机 也是服务民族国家的最佳途径 那除了就是孤儿院 还有就是医院 医院是可以讲 中国现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之一 这些实业家们常常帮盈利的一部分 用于扶贫救济和医疗 那么这一理念也影响了中国商界的这种公益的观念 像刚才提到的陆伯宏 他就是上海公教进行会的会长 上海公教进行会下面专门设了一个部门 就叫慈善部 陆伯宏也是兼任慈善部的部长 慈善部负责公教进行会的慈善工艺事业 建造了大大小小的医院 育婴堂 孤儿院 养老院 纪粮所 施药局等等 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 所以呢 陆伯宏和朱志尧他们共同捐资 创办了好几所医院 很有名的 比方这个盛兴医院 它是第一所肿瘤医院 那么专门接受精神病患者的新式的疗养院 后来成为新普玉堂 就是普慈疗养院 还有松江的若瑟医院 这在当时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除了医院之外 上海公教进行会还定期的对犯人 对病人进行关怀 特别关注那些张药厨 就是被处死的那些犯人 承接了对这些犯人 就是为这些要被处死的犯人 还有垂死的病人们的复习任务 为他们就是复习 对就复习吧 而且也承接了各列养老院和监狱 定期慰问和治病的这个任务 第四点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那么在 实业家们经营企业的时候 往往会受到外资的竞争 军阀的压迫 政治侵略等很多的压力 所以呢 使得他们在管理企业的过程当中 更加注重企业的凝聚力 向心力的重要性 那么除了在企业当中发挥 发扬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 优秀文化传统之外 那么更主要的 他们还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养料 不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 更用基督教的精神 来进行企业管理 所以他们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 基督教的企业文化 比方你看 这个东亚公司就是 那个就是 宋斐青的 创办了底洋 就是 毛线集团的东亚公司 你看 未然耸裂的烟囱上 远远就可以看到几个 好像黑色肢体 己所不欲务事于人 这是中华传统当中 他说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愿意人怎样带你 你就怎样带人 那么军事基督精神 他还鼓励 宋斐青还鼓励员工加入基督教 许多员工受他的影响 也成为基督徒 那么宋斐青 他还比较特殊 因为他是出生于基督教世家 接受西方教育 所以呢 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是 他的企业管理理念 是独具特色 他的女儿就回忆到 他说父亲是个基督徒 他懂得宗教 对于培养员工的精神素质 有着别的方式 起不到的作用 他在企业管理当中 就是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思想 和西方宗教信仰 可以讲 他是用这两种信仰 来进行企业管理 那像宋哲九 刚才提到的这个宋哲九 也是的 基本的这个宋哲九 都是以人为本啊 等等 那么对这些基督徒 实业家 我们要怎么进行评价呢 怎么进行评价 我们说不能因为 以前不分一些 是出于买办出身 对买办的评价 什么资本主义的这种 像走狗啊 什么帮凶啊 那么就对他们 也带有色眼镜 其实我们要 实事求是的 本作 就是可以讲 历史它 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 但是我们要走进 它那个时代 在它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 可以讲 救亡图存 是中华民族 第一要务的时代 这些基督徒 实业家 他所拥有的情怀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应该 就那个时代 来进行评价 所以说 可以讲 首先要肯定的 他们具有的人爱的思想 和富国利民的 家国情怀 一方面 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但同时 他们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而且 他们把这种情怀 以践行基督信仰的形式 展现出来 服务的对象 从个体到群体 再到民族 再到国家 范围不断地在变大 但是他服务的根本的宗旨 是没有变的 他服务的方式 不仅有物质上的援助 更有精神上的帮扶 像提到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 大的实业家 对吧 就比如说 就朱志尧 对吧 朱志尧 他这个创办的这种 这种求新 求新厂 可以讲 他在机器制造方面 是从来不迷恋西方的 外国人能做到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的 所以他是强烈地要求 自己自主研发 所以求新嘛 求新 自主研发 有强烈的民族情怀 还有就是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也有基督教信仰 出于信仰的 信仰的这种要求 基督教的博爱的精神 等等 像刘子如 就是接受基督教 感化而受习主教的 他是一个孤儿 所以他自己也创办了 很多的孤儿院 就是跟他自己的出生 也有关系 但是他的父亲 他在 父亲没有去世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 都是一个佛教徒 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 基督教 作为自己的信仰 而且他对于 圣经当中的博爱的要求 可以讲是 体会是非常深刻 他在自己的这个 就是书当中就提到 常以 就专门讲到 常以博爱慈善 助教义 自免 在他的字述当中说 曾对上帝发誓 愿将所有财产 捐助慈善事业 只留二百金养老 该圣君有云 生命来万物 生命万物来上天之赐 享用有余 应还于上天也 此后对于基督教义 信奉欲赌 所以说 他是把整个的 整个的钱财 都奉献给了 这个教会 包括宋哲九 包括朱志尧等等 他们都是如此 还有就是基督教的 经济伦理观 那这样又要提到 这马克思韦伯 就成了一个经典了 就马克思韦伯的 这个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 对吧 提及的 就是说 这种 就是说 西方资本主义 发展进程 如此之快 他有一种 内在的精神气质 就是基督新教的伦理 这种伦理的话 有助于培养基督徒 诚实 谦虚 勤劳 节俭等等美德 这些美德 也促进了商人的资本积累 从而成为 推动资本主义经济 产生和发展的 关键因素 那么虽然 韦伯的观点 过分地夸大了 宗教的经济功能 可以讲 但是这个 对于 这个研究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时期的 这个 实业家和宗教信仰的关系 也是对我们 有一定的启发的 像宋哲九 对吧 宋哲九 他就是 基督教 就引发了宋哲九 努力工作的信仰和价值观 他将自己 办国货卖国货的经济行为 视为荣耀上帝的天职 他自己乃至受评所员工的责任 就是充分利用天职中的机会 尽职尽责地去发挥和实减 自己的潜能 通过办国货卖国货 这项职业劳动来显示对上帝的尊福 和对宁人 对国家的爱 所以说呢 在他看来 他的这个提倡国货运动 并不是简单的 单纯的去发展实业经济 还有神圣的 这种含义 那么 基督教的这个经济伦理观 也影响了基督徒 对于财富和经济的看法 因为圣经当中说了 钱财是存在天上 那而有不会破的这个钱贷 所以基督徒认为 自己只是财富的管家 拥有财富的是上帝 他们只是代为保管 所以这种财富观 也使得他们愿意将钱 拿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积极行善布施 像朱志尧的话 他把家产变败的 所得的绝大部分 都倦献给教会 还有穷人 他说我把财产 给你们存在天堂上 所以他的子孙讲 哎呀家里都没钱了 都散光了 散光了 就是他们这种获利的行为 获利以后 反补社会的行为 一方面是基督教伦理 另外一方面 可以讲这种行为 也可以削减基督教 在当时人们心目当中的 负面形象 也可以推进 当时我国近代 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跟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 这里边是很值得去探究的 好 那么最后我们也有一些反思 毕竟他们是兴奋的洋教 与洋人打交道 而且有一些是从买办 转化而来的 所以说就有一些 他也有一些局限嘛 比方买办的局限性 刚才也提到了 他长袖善武 商人本身就长袖善武 他们买办一方面在中国做生意 一方面又在洋人的 所办的银行啊等等 从事一些职业 就是说他既有对 就是说 他既享受着 做买办 还有不平等条约 给买办带来的特权 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成为他们经营活动当中的护生服 但是呢 他们又要为国家 为民族的命运而去把持和操劳 所以说他是具有两面性的 这些基督徒 实业家和洋商之间的关系 是既合作依赖 又力图超越摆脱 那么在同外国企业的竞争当中 可以讲 基本上还是以弱敌强 力量悬殊的 虽然能够在严重不利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 也积极提倡失业救国 但是从根本上还不能改变 就是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特别是当失业遇到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和穷头没落的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外部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欺压 内部有反动政府的压迫 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 杂粪中求存的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怎么来持守自己的实业呢 所以说在这些艰难曲折当中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又要忙于振兴国家实业 对于外商在中国的垄断势力 要寓意有利的还击 又要想把自己的这个 实业给保住 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对于他们而言 逐利并不是最终目标 振兴实业从而救国才是终极目标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要救国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分建革命 才能为振兴中国实业创造条件 最后小节 基督徒实业家是中国近代世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正性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而且他们的处境 说句实际话也是非常艰难的 在救中国 这个就是说 救中国帝国主义资本 官僚资本的双重压榨之下 是步履坚信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 又是他们人生中的再一次选择 可以讲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跌宕起伏的命运 也折射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所以呢 这是我今天要汇报分享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周教授精彩的讲座 我们下面先请Mark有一个回应 好 非常感谢周平平教授给我们讲座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 在过去几年里先后提供了不少讲座 例如 复旦大学刘平教授 还有美国博士分这边的 王中心博士 还有中国那边的刘世博教授等等吧 以他们为主 先后提供了讲座探讨 基督教基督徒在中国的贡献 教育领域 资产事业 还有政治领域等等 那么这是我至少还是我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基督徒在对中国工商业的贡献 所以非常感谢周平平教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我知道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华的天主教 天主教历史 所以今天的讲座呢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个新的领域 这次非常感谢 那么我就简单评简单回应到这里 非常感谢 谢谢 好的 那么下面请刘平教授有个回应 好 真的是 感谢老朋友 周平平教授 也是冬年不见的 有个疫情 这是在线上见面 感到非常高兴和亲切的 那么这次提供的这个报告呢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也关注过 但是国内学术界对整个的这个近现代以来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他们对事业领域的贡献呢 所以研究的人 被研究对象的就比较少 研究者不多 那么被研究对象被挖掘的对象呢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周教授这种演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突然一个研究的层面 我经常讲说研究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史呢 要一张就是一只手 我现在要改变我的这个说法 就是要教他们 就是建现代的在中国基督教 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成就 一个是建教会教堂 第二个是学校 第三个是医院 就是文字出版 第五个是慈善文章 这个五个方面呢 这个我一般说这个好记嘛 这样的一只手 现在看来这个我要调整 除此以外呢 还有实验 我估计还有 如果说这继续研究的话 和这个政界估计也有 军界嘛就有所谓的这个防御墙 基督将军 那么研究的比较多了 政界实际上也有一些材料和数据 包括讲解释了 包括因为民国政府里面 有一批高官是基督徒 但是也正如周教授所讲的 正如有一批这个企业家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对中国近现代社会 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这个也是看来非常遗憾的地方 我们下来会讲这 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说 改变了我们对修筑界 我们一般来说 至今研究的五个领域呢 即现在中国基督徒教的五个领域呢 也就是突破 比如说他们对中国社会的 广泛的中国社会的贡献 那么通常可以说五个方面 那么周教授真的努力了 他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 这两个中派里面都各取 若干的典型案例 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 从可以基本上可以从整体上 能够把握住 可以说明什么 近现代实业和基督教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说他们在根本上 没有改变中国近现代 这种腿背的秘密 但是他们还是 刚才周教授在这个分享当中 所提到了 他们自己的纠结 和自己的不趋和奋斗了 为中国社会了 特别是广大的社会 这个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这一块呢也值得什么 去深入地去挖掘 以及他背后的一些理念 作法 以及失败的原因等等 所以这次这种演讲 可以帮助我们开头眼界 看到这个基督教的作为一种宗教 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 而这种信仰呢 也落实在这个广大的社会生活当中 特别是落实在这个 接近在中国 应该说在经济上 最broad的环节 就是实业 这个今天来说还是如此 就实业是 还是非常broad 今天的中国实业是说 broad是我们去找原创性的 这种实业 基本上都是 欧美的这种实业 来中国的一种翻版 实际上中国没有原创性 相比起二年 那么近现代的这些 基督徒实业家 实际上他们在中国 近现代所做的努力 实际上是开拓性的 当然也有它的风险 和代价 这里我说讲了这个 总体上的评价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想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听下来以后呢 还是真的去 继续思考 第一个呢就是说 这就是在演讲当中 特别提到了这个 实业本身 这位实业家 大家就赚了很多钱 那么意味着他们必要 要把就是负责 这个社会和教会 但是呢我听下来以后呢 就是说 他这个这些实业家们 做了很多的慈善 建了医院 建了学校 但是我惊奇地发现 整个的演讲当中呢 就没有提到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 对教会见识的贡献 这我你也肯定知道 他们基督徒 肯定要有实业奉献 因为他基督徒 他因为他实业 他有钱 那么在那里 对教会的奉献就很多 所以说呢 东北的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做了个大商场呢 这个大商场 大概我还研究过他 五百祥 我还研究过他呢 因为他和丁丁美 他们关系得比较密切 所以可能有些 聪教师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他当时有钱 就在大超市嘛 就是我们现在叫百货公司 比较有钱 他就把百货公司 变成里面的 司令到一个教会 那么这么不假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块就是说 你还提的很少 那么五百祥为代表了这批人物 实际上他建了这个 实业 但是从此呢 他也在办教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么直接就把 你还提到 直接就把教会里面 还是要希望把这个企业基督教化 不但他把企业基督教化 这是属于的 马上提到企业文化问题 另外一方面 他还是希望怎么呢 自己在里面办教会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 当代也有这么做的 那么在近现代的时候 也有这么做的 五百祥里怎么做过 他因为他是百货公司 他在那边留了一层楼 那一层楼那里住教堂 这个我觉得 特别值得挖掘 因为他 这次实际上 马上就说 我们要承担了一个冲突和矛盾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做企业基督教的精神 是企业基督化 这我们都很好理解 上上形成一种 独特的一个企业文化 它区别于其他的非基督教 这些非基督徒的这个企业 这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他本身又把 这个企业里面 又建教会 这个你知道吗 就反思 这个就说 这个方面 当然是算贡献 这个基督徒 他可能热心传教 这个可能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里面 这一块呢 我们就 一方面 他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肯定 如果自己不办教会的话 他肯定 有谁奉献 那么这样的话 会有助于教会的发展 就建教堂啦 通过教会来 影响这种广大的社会 这是一个 另外他自己本身呢 也会建教堂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一方面 也知道我们 就是反思和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对教会 知识这些方面的信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需要介入挖掘 因为他毕竟是 基督徒的企业家 这是比较 一个特定的身份 也得决定了他 在这个 对他自己说 委身的信仰本身 必然有一定的 特别的贡献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的事情 我们刚才说了呢 就是基督徒企业文化 这个概念呢 是当代呢 用的比较多 那么 周教授呢 在演讲当中呢 把这个当代的概念呢 也运用到这个进行的 那个年代呢 是不可能有这个概念的 那么当代呢 有基督徒 举了基督徒企业文化 这样的范畴 这是个范畴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不重要 那么 那么这里就提到 要作为基督徒 基督教的 我的基督徒企业文化 我的基督徒企业文化 基督徒企业文化 这个概念怎么去定义 那么当代有很多住宿呢 他们的社会很多 欧美特别多 中国呢 也有时候干的呢 在温州嘛 也有人在住这里 我也就说过一些 你知道这个基督教企业文化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基督教企业文化呢 这个怎么去 我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可能是 这个 周教授 这个给我们带来的 很 很具有冲击力的 也非常有后世的 史料家 也自身的这样的一种 观点 虽然那个年代的时候 不可能有着基督教 我的基督徒企业家文化 我的基督教企业文化 这样的一个范畴 范式 但是呢 我们从后面去看 他们的的确确 一尝试 一试螃蟹 试探的方式呢 已经做出了一些 思考和努力 其中呢 有很多的纠结 不亚于我们当代 中国社会呢 基督徒企业家呢 所面对的危机 或者的问题 不亚于的 那个年代 中国整个社会 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国家呢 处于深重的灾难当中 他们挺身而出 愿意 这个拿出一身的心血呢 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他们不是有意思 不是说 唯一要建构 但实际上是他们是建构的 他们虽然说 没有提出 或者说 形成这样的概念 的办事 再透过他们的努力 几十年的努力呢 在1940年代以前 实际上 已经为我们当代 1980年代以后 所新兴的 基督教企业文化呢 做出了一个铺垫 做出了一个范式 或者制作了一个 或者制作了一个案例 让我们今天呢 能够再次去反思 换句话说 从整个的这个 经纪拜年以来 或者整个中国基督教 整个中国历史上 整个中国基督教历史上 实际上呢 就是 特别是内地来说 主要内地 因为还是港台比较特殊 就内地来说 实际上是有 联播企业文化 基督教企业文化 我觉得制作是这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 得去考虑 就是说1940年以前 1980年代以后 有联播 主要是内地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我想这里面 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方面 相对来说 那么 港台地区呢 应该来说是 比较开放 大家爱的是吧 我想这个 基督徒企业家 基督教企业家 基督徒企业家 肯定基督教企业是有的 然后这一方面 我想 这个案例来说呢 我想 建议你在选择的时候呢 不单单考虑 1941年以前 两个中派 基督教内部两个中派 基督教 新教和天主教 我想 港澳台地区 我认为还是有的 我觉得这里面 再选一下这个 港澳台 哪怕是各 选一个 那么我想这样的话 就在这个代表性上 和覆盖面上呢 我觉得 区域性的覆盖面上 我想更具有什么的 普遍性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特别是 港澳地区 它相对比较的 自由 因此呢 基督徒企业家 他所面对的问题呢 有可能 和内地呢 在前面那个 1950年 1850年到1940年 将近这个百年当中 第一个百年当中 所面对的问题呢 可怕 有相同 也有差异 这一块呢 我想 我建议呢 还是说 基督徒 基督教 基督徒写文化 这个概念 我想在选择上面 讲这个 根据代表性 就选这个 我个人看法 选一下港澳台地区 因为我也就说 我肯定是有的 我想这个 再补一点 我觉得 更有意思 这样的话 这个视野呢 就更加的开阔 那众生面呢 就更广 让我们呢 就能够看得更深 更远 这是我所讲的 这个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基督教企业文化 这个概念 怎么样去阐释和理解 这帮助我们 第一呢 就是广泛性 代表性 第二方面 就帮助我们 理解 第二个 第二代的 就是我们所谓内地 第二代的基督教企业文化 他们连续这样的 类质关联性 就更有意思 当然 特地来说 肯定不会写第二方面 但是第一方面 扎实的研究 丰富的史料 和形成一些 相应的一些 重要的结论 那么对于当今来说呢 也是 非常具有参考 和借记的 我想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就讲 这个 我想这个 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个 近现代 这些基督徒企业家们 他们投身于这个实业 当然 他的第一冲动 是为了救国 但是呢 他们的命运 他们所救的国呢 被他们所救的国 实际上呢 他们没有救成 第二呢 被他们所救的国 当初呢 各种各样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就被 他所 要救的这个国呢 所抛弃 他们所处的命运 最终 大部分都是很凄惨 很凄凉 不止说 他曾经没有 辉煌 我来成就 那么这样的一个命运 就对我们 有所反思 这样的反思 这个反思就是说 我们如何平衡 这位基督徒企业家来说 他如何平衡 透过失业来救我 以及 透过失业来救 拯救 中国人灵魂 这样的关系 我想他们 我想这地方有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评论 我也读了很多方面 这方面的 说五百一枪 他们好多专辑啊 史料我都看过了 当然我是作为 不是作为专门研究 只是 绿有事列 我自己也专门研究过 这个湖南的某一个企业家 书还没出来 鞋鞋鞋鞋就停掉了 没有冲动 他们也办了 这个 就是生产那个袜子 生产袜子 是新运会版 那么这地方 当然我学了好多 这方面学了很多 只能写 也没写成 写写的方法 方法就写写 这个年龄呢 不像周老师 比我年轻 整个就 然后呢 就是 这地方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最终都面临了一个 终极的一个追问 一个审判 用来说 一个审判的判断 就是说 你们做的这些 是我刚才所描述的 被这个国家所抛弃了 因为这个国家 没有被你救成 你自己反而被这个国家 这个历史命运呢 所吞没 他们的结局 最终都很凄凉 很凄惨 我研究的 那个湖南的对象 也是如此 也如此 那么这里又有做什么 那我们又有做什么 就是一个重大的 一个终极问题 刚才讲 第三个方面的分享 就是说 作为基督徒企业家来说 你是透过企业来 拯救国家 是作为你的终极目标 还是说 透过企业来拯救国家 提振社会 来拯救中国人灵魂呢 把拯救灵魂呢 看着是高于这个 社会观众 方句话说 我们是把救国 还是救灵魂呢 放在第一位 那么这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没有一个救灵魂 以及社会整个建制 社会环境 根本的改变 基督徒企业家 在这样的一个动荡 飘摇不定的 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你救国 基本上就注定什么呢 被这个国家所抛弃和通暮 在这种意义上 有可能退却 救灵魂摆在第一位 甚至放弃 企业家身份 有可能 是一种明智之举 我个人的看法 这是因为这样的明智之举 很可能 相对来说 显得比较保守 不够激进 不够投身于社会 对社会好像 没有直接的社会关怀 没有做错 对社会做错 直接的明显的贡献 但是 这是一种退缺 这是一种退让 这种缓慢的一种进入 有可能 一旦形成了一个 整个的社会环境 发生改变以后 就会为后面 形成一个 为 形成一个 健康的社会 乃至于形成一个 健康的 基督徒 基督教企业 我把它 做到铺垫 获取更有意义 或者说 意义更为深远 这是我个人的评价 有这么多 谢谢你 好 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周平平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 非常精彩的 具有学术价值的讲座 也感谢 刘平教授的 专业的点评 和马克的回应 也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周 还是有讲座 大家注意 但是我们下周的时间 有所改动 是改到 美国东部时间 礼拜六上午的九点 北京时间 就是改到了 礼拜六晚上的十点 是由 斯蒂拉 普莱斯 教授 带来的 朝鲜基督教 历史简介 他是有 是英文讲座 但是会有中文翻译 欢迎大家 也来参与 好 那我们今天讲座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子的恩惠 常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